而下来一次凡一次不肯致 凡于是老母娘每次拆遣元脖子下凡降临东土 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 就是不肯留下来致理凡间东土 无奈何为我造小邪救 三山脱红醉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 老母娘只好造小邪救 在三山脱红醉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元胎佛子 设一个大仙持齐来洗澡 趁机会先依邪收回礼天 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持 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 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邪都收回礼天 众佛子就醒来 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邪 可在哪边众佛子就醒之后 却见不到老母娘 又不见仙衣仙邪 为娘 我悲痛泪 原子乎患耳重等速 东奔末要栽点 老母娘 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 并且呼唤众佛子 速速往东吐而去 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书是自在 如若是仙衣邪交与 而邓尊尔哪个义不肯在世 灵凡老母娘若把仙衣仙邪交给原胎佛子 则又没有一个肯将灵凡尖留下来治理世界 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 失松脖子和隐心全到了凡间 若天气寒冷 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 以遇寒地冷 若肚子饿了 就取松子脖子失 口渴了 就取清凉泉水喝 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 我至何时帮大家还众佛子 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 皆如吊失了魂魄一般 悲伤地哀嚎叹息 纷纷问老母娘 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 母言答三期末 大开普渡 听烧书 听记信 清度佛缘 老母娘回答说 等到三期末节 大开普渡的时候 老母娘会听自烧书 记信给大家 并且听自来度化 众元 胎佛 子